和大家分享一个酥皮小糖饼的做法 我家孩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糖饼 有没有想吃的 我们一起来做吧 玻璃碗中加入300克面粉 然后加入240克滚烫的开水 搅成面絮 再加入10克食用油 和成面团 饧至20分钟 碗中加入40克红糖 20克面粉 30克白芝麻 拌匀备用 面板上撒点面粉 将饧好的面团擀成一个大面片 淋上用面粉和油 调成的油酥 用刮板抹匀 卷成长条 切成8个小剂子 将两头捏在一起 整理成圆形 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 放入糖馅 包成小包子的形状 再擀成圆饼 平底锅预热刷油 放入小饼 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锅盖熟得快些 全程中小火 烙至底部定型 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 微微鼓起 这小饼就熟了 刚出锅的小饼表皮酥脆 由于是开水烫面 放凉之后也不会变硬 喜欢的话收藏试做吧